我們現在在韓國的錄音室 然後剛才錄完了製校的部分 那這首歌呢 我跟他一起合唱的這首歌呢 叫做ノキヨプダ ノキヨプダ 意思就是你很可愛 那其實當初我寫這首歌是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非常 我沒有這樣寫過歌 對 很特別一個經驗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一艘遊艇上面 那因為大家都在後面拍 所以那前面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那我們語言又不通 但是呢 那時候因為我那個劇情 我就拿把吉他 對 然後在拿吉他的時候呢 我就唱歌給他聽啊 彼此在玩 後來就問他說 欸 你很可愛怎麼講 他就跟我說ノキヨプダ 然後我們就即興的寫了一首歌 然後就是現在這首歌 ノキヨプダ 那在這過程當中呢 他就開始一起合唱 對 然後開始唱 然後我就跟他說可能要怎麼唱 結果他就突然會 後來我們兩個就完成這首歌了 對 這是一個還蠻特別的經歷 就是 所以裡面的歌詞呢 其實都是在寫我們當初一些好玩的心情 很簡單的 所以在錄的時候 剛才在錄的 很 自然 對 一開始的時候還會覺得好像 因為他跟我說他很緊張 就是要來錄音 可是等到剛剛錄的時候 跟他講說 欸就是那種 開心見到朋友的心情 然後見到有點害羞的心情 那種感覺的時候他馬上就唱得很順利 對 而且我聽說也是他的歌唱 初女座 就是真正第一次的錄音 那我覺得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他的節奏感也很好 對 因為裡面有很多是很輕鬆 比較即興的東西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首歌 那這也是製校第一次就是唱 呃 中文歌 對 然後 因為那時候我 我剛剛想說 可能 我們會把這句 留下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句就是 等於說我們一起創作的 一起完成的一首歌呢 所以這句一定要留著 可是其他呢 希望大家都能夠唱 所以還是希望唱中文 所以呢 我們把歌詞寫完之後 他就很努力的在聽 然後很努力的在聽 然後 就有時候問他說 欸你覺得 你現在學得怎麼樣啊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中文很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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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我覺得今天來唱的時候呢 他已經練得 我覺得蠻順的 雖然有一些小發音 可是那些發音我覺得 音據 矯正啊或什麼都是 沒有必要的 對 我覺得最後呢 大家聽到的應該會就是 他很認真的唱 可是卻有那種 很可愛的 就是只要聽他唱這樣的中文呢 我覺得很有誠意 又很可愛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對 果然萌製就萌製 他真的很可愛很可愛 那我覺得 痴孝其實應該是 我真心覺得他應該是韓國最可愛的藝人 然後 因為他非常的貼心 然後也很照顧人 那因為我們大家的工作時間很難喬 所以呢 我們喬在今天是2月14 情人節 對 這首歌真的能夠 成為大家 呃 不管是求愛的歌曲也好 你要跟對方 表白心意的那種一首歌也好 你假如跟他講說 欸你好可愛喔 我很喜歡你 你可能會不好意思 那你就可以 告訴他這幾個字 對我相信會非常不錯的 對